今天是10月8日,星期日,下午3時半左右, 我拍片和大家討論投資理財,港元定期存款,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的頻道,記得訂閱我的頻道! 我很簡單做了一個表,是港元定期存款, 做了四家銀行,恆新銀行有優越私人理財, 優越理財和優盡理財,其實它的利率是一樣的, 三個月有四離三,四個月有四離四,六個月有四離五, 匯豐銀行分為上月,客戶有四離三,六個月有四離半, 卓月理財三個月都是四離三,六個月是四離半, 匯豐溫這些戶口是三個月是四離一,六個月是四離三, 而中國銀行三個月是四離三,六個月是四離半, 而一年是三離四, 渣打銀行三個月是四離一,六個月是四離三,一年是三離四。 相信大家如果有資金都想運出路,投資,保值, 我印象中這十幾年現在的利息真是可觀的, 我覺得如果有資金的,做定期都挺好的, 在這個現在的經濟環境裏面。 譬如說政府都有些銀債去到五離, 它的條件就是要六十歲以上, 如果未夠六十歲的,根本都受惠不了, 而近期的陸債都有四點七五離,都挺好的, 但它分手數其實不多,最多只有九手即九萬元, 如果有資金要找出路,唯有自己去銀行做定期。 我見到這些銀行利息,我覺得近期都挺好的, 所以我就拍片跟大家分享一下。 如果有看我的頻道關於投資理財, 大家都知道我是買內人股3988, 是收息達至我財務自由的。 現在其實內人股都有九離到十離, 其實大家都可以自己計算一下, 是不是適合自己的? 投資最重要是適合自己,我自己覺得。 我也是那句,沒有人有水晶球的, 一定對自己投資要自己負責。 因為我現在已經是財務自由, 基本上就沒有什麼供款的能力, 所以我也不會再買股票, 因為我已經存到一個舊的數目, 我覺得我未來的生活都應該無憂, 因為基本上我都不是一個很奢華,很大洗的人, 每個人的標準不同, 所以為什麼要自己計算呢? 就是你想退休之後,要多少錢生活的, 就自己去計算。 我覺得我比較簡單單, 我覺得已經是足夠了, 我現在就是想享受一下人生, 享受一些簡單的生活。 現在我主要都是把我的資金做定期, 我覺得沒有什麼風險, 因為其實現在我覺得自己都不能承受太多風險。 我覺得我想分享給大家就是, 目前來講, 做定期應該是最好的選擇, 這是我自己個人的意見。 我只是在這裡跟大家分享而已。 在投資之前或者做每一個決定, 其實都要自己去計算好數, 想清楚, 不要聽別人說, 做什麼, 最重要是適合自己。 就像我今天這樣分享定期的, 你只要錢不等花, 其實都是一個好的選擇, 也不是要大家跟我一起做定期, 只不過我喜歡做一個分享給大家知道而已。 再想補充一點點, 好像我說, 儲來人股3988, 達至財務自由, 我想說就不是一朝一夕, 即是你全部一次過去買光, 因為我也是用了十幾年時間去儲貨的, 當然有不同的價格, 你要承擔到那個價格, 我最終的目標是收息而已。 現在都達到我每年有收息的, 而達到我可以生活, 我覺得已經是足夠了。 我也是最後講的一句, 你每一個人的投資, 都是要適合自己。 我覺得, 今次我就利用這個, 講完定期分享這條片, 就跟大家講一下, 我的投資理財的理念, 分享給大家看的。 我多謝大家收看, 最重要是訂閱我的頻道, 留言給LIKE, 我多謝大家收看。